郭台銘的這種參選 他會使得非裕的整合的難度 本身就是監困級 我把它稱之為上升為地獄級 一個餅兩個人分著吃要協調兩個人的利益就很難 現在就是一塊餅現在三個人分的吃 那協調起來就更難 所以為什麼 這些天我們會看到 郭台銘對郭台銘現在的批評 生在足部的增多 郭台銘的出現呢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講 也推了藍白一把 讓他們的危機感有所增加 所以我們會看到近期 藍白的這種 合作的無論是新聞呢 還是實際的動作呀 都有增多 說明雙方可能開始進行實質的討論了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但是具體能到哪一步 那只能說關關難過關關無人 但是總體而言 客觀上講 郭台銘的這一次的這種跳下來 參選真真正正是一個 指非裕整合的難度大增的一個行為 也使得2024年這場大選 確實非裕的勝算 會受到一個很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說明明